比梅菜扣肉做法更加长 肉香味更浓 一点不油腻的梅菜焖肉 我们都知道 梅菜扣肉啊 酱红油亮 汤汁粘稠鲜美 扣肉滑溜醇香 当你咬一块 满嘴流油的时候 却感觉不到任何肥腻 梅菜吸油 五花肉又会带着梅菜的清香 这两样的组合 那可是绝配呀 但是 做梅菜扣肉需要过油炸 在家做起来有些麻烦 但今天有30年厨师经验的吴师傅 可要教咱们做一道 和梅菜扣肉一样酱香味浓 吃起来更加过瘾 做起来却要简单很多 完全不需要过油的梅菜焖肉 梅菜焖肉 操作方法上 没有梅菜扣肉那么复杂 在家庭店里操作 它有了 它没有了梅菜扣肉那么油 要吃起来不是因为健康 对 除了肉好吃 吴师傅做出的这梅干菜的口感 那也是一绝 那师傅 你都用一个词来形容梅干菜的口感 做完了以后的口感 梅干菜松软 松软 这就好吃了嘛 对对对 松软的梅干菜配上酱香入味的肉块 这道菜呀 要多下饭有多下饭呢 跟我们自己炒完菜一样 真的吗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 就不咸 你有觉得吗 它不是咸 它是一个字 鲜 对 特别鲜 鲜香 其实超市里的梅干菜很常见 但您真不一定会正确的做法哟 我做不好就觉得它因为干又柴 不光是在北方 在南方做的时候 你做不好它也是柴 所以说 咱们今天第一要学乎的就是 到底该怎样处理梅干菜 让它不干柴 吃起来松软入味 首先我们要学就是这个梅菜的处理 刚才也说了处理不好 就又干又柴 对对对对 有什么秘诀吗 我这甘心嫖着你啊 南方 对啊 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 经常也就是这么来回炒啊 或者什么 来回炒 对 就是你炒完就 因为你为了让它那个 跟其他那个肉要入味 所以就觉得说 可能是不是炒的时间越长 它那个相互之间那个 混在一起的感觉会更好 就是烤时间长 它才软是不是 它有两个水 两不足 第一个梅菜 它泡水以后 进入温水浸泡 温水浸泡十分钟 用温水泡了的话 第一个使它梅干菜的 发放松软占胆 用温水将梅干菜 泡上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好 那师傅咱们这个梅干菜 先这样泡着 那这个用的是 是肘子吗 我们用的是肘子 我们要出骨的 首先提骨 要驱骨 对 这个步骤 其实要是知道家里 今天做梅菜焖肉的话 就直接上市场上 让人家把 对 我觉得也是 现在超市很方便 对 你就跟他说 你说把那骨头给去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 但是如果你享受 这个驱骨的过程的话 咱这梅菜焖肉 用的是肘子肉 皮痰肉厚 油脂含量还刚刚好 这一个肘子 这么大 这可以拿一个熬汤 熬汤 对 就可以放边上 切成大丁 大丁 就这么大吗 师傅 这叫大丁 对 这是骨盘 你别忘了讲快 就大丁 之后切些姜片 再来把小葱 小葱的葱短分截 打个截 炒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它轻松剪出来 这时候梅干菜也泡得差不多了 挤干水分捞出来 我先炒梅菜 要这梅菜给它炒干 炒干 一油温就下锅 对 这个慢慢煸 这水分给它焯回发掉 啊 师傅 这个之前我们不是 本来它就是干的吗 然后拿水泡不是泡开了吗 对对对 不过它干嘛 又要炒干 我先给它泡开 给里面蒸开以后 一个炒它里面的沙泥 啊 我这就清洗这个蛋糕 洗洗干 但是呢梅干菜这个焖肉了 先炒掉它里面的水分 为了它更好地吸收这个肉汁 但是要一会儿靠这个干的梅干菜 去吸收肉汁 所以这梅干菜才会变得特别的入味 特别好吃 对对 而且这梅干菜本身的那个味道 也会去到那个肉汁 对 到肉里边去 你看 这梅干菜变得干松了 就先把它盛出来 煸炒葱姜和肘子肉 这个还真的是个梅菜 焖肉简单太多了 焖肉是不要炸的呀 要炸的 是不需要炸 对对对 就自己在家里面 就一个小锅子都炒出来 对啊 好来 加点黄酒 黄酒啊 小麦勺 对 小麦 这一下这肉汁块 面汁味 提香 因为就是江南菜啊 多多的会放黄酒 黄酒啊 对 因为很多菜 你放着黄酒之后 他都把那个肉的那种 十五分钟 肉煮开以后 这个梅干菜 再进水 倒下去 一块儿焖 十五分钟 然后直接煮开之后 下梅干菜 对对对 您记住哦 一定要开锅后 再下梅干菜 将火调小 焖至一个半小时 您打开锅看看 绝对是香气扑鼻呢 吸了肉汁的梅干菜 半饭半粥 都是超级美味 而里面的肘子肉 入味却不油腻 绝对能让您 轻松吃下两碗饭啊 恰到好处 恰如其分 恰似那一江春 这梅菜闷肉啊 称得上是 梅菜扣肉的 家庭简化版 味道不凡 做起来去特别简单